普通大众就认为是我眼睛能看得见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可见光 可见光波长在多少呢 在大概500纳米 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 然后我们还有X光 就是我们照片的那个东西 X光那个波长更短 然后Fast的那个光呢 就是长的十几米 几米到厘米的量级是它的极限了 然后这个中间呢 还有一段叫毫米波 比毫米波更短的叫压毫米波 叠加这个信号 不是拿照片来一个一个叠起来 最后我们看见什么了呢 就看见它长这样 然后呢 它光所谓光 我们看见的光是翻译过的 但是它看见那个辐射 当然是做了可视化 是黑洞周围的 世界再往外的 其实是那个吸机盘里的东西 发出来的射电辐射 它有光学 因为它特别小 所以我们需要特别高的 我们叫空间分辨率 就我需要拍的特别特别细节 清楚 所以要高的空间分辨率 一般它对应的是望远镜的口径要大 所以它最后 它相当于 你可以这么讲 就相当于我拿整个地球这么大的口径的一个射电望远镜 我先造成这么一个来 然后比如我把中间全都给砸了 就留那一块 这一块 你只要留的这块的 它的基线长度 能达到地球的半径 你的分辨率还能到这个分辨率 所以它最后要靠 就是相隔很远的 就是这个特别长的基线的不同的射电望远镜 然后通过总共肯定的类似办法 同时处理这个信号 做相关 这样的话才能模拟出来一个相当于整个地球那么大的一个望远镜的空间分辨率 就才能拍到那么细 就是说你分辨率是靠口径 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网络就是欧洲 北美 南美 澳大利亚 就相当于地球这么大 但是你中间都是空的 然后还有一个叫灵敏度 你这个如果填得越多 你收到的信号就越多 加起来就越强 所以以后比如说我们做的圣长基线这种方法 所以圣长基线就两个望远镜 为了追求分辨本你放得很开 然后呢 以后可能放了空间轨道上去 或者放得更远 就是月球轨道或者往火星轨道 人家想象把月球上面铺满 比如说您做这个恒星的研究啊 有什么让你觉得非常奇异的地方 应该说这么说 从咖利利时代 就咖利利不是最早拿到望远镜 看见那四颗咖利利卫星嘛 木星的 后面就是肉眼看到的能够分辨的东西都是恒星 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观测资料最为丰富 所以这个学科也特别成熟 比较换句话说比较闷 可是现在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超新爆发 对 我们知道恒星演化到最后 质量像太阳这样的就变成一个白矮星 所以白矮星就是温度特别高 矮就是小的意思嘛 对 对吧 白矮星就变得多小呢 就是变得跟地球差不多 太阳变得跟地球差不多 太阳很重很重 对吧 变成地球这么大的话 咬一勺就是一座山这么重 但是质量再大一点呢 它就会产生超新爆发 也可以产生黑洞 所以大质量恒星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 我们亲眼目睹在我们附近 这个东西很厉害 可能会摧毁周围很多东西 所以我就希望就是特别希望在有时候这些人看见 在附近看见一个超新爆发 因为超新爆发 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很少很少 甚至它怎么爆的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 为此你不怕危机我们地球 特别希望在附近看到一个 这个是自然界的事情 我说的附近就是在银河系里的决心 附近在银河系 我不是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地球 甚至太阳 甚至太阳系全部加在一起 扔在银河系里头 连一个沙子都不如 哎呀就是这个 就特别特别渺小 所以说这个天上的星星 其实比地上沙滩上 所有的沙子加起来还多 差不多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量级差不多 给一个量级嘛 就是给你一个概念 就是我说银河系里头大概2000亿 2000亿颗恒星 如果每个恒星都带一个地球 就是2000亿颗地球 每一个恒星带一个太阳系 就是2000亿颗太阳系 就这种概念 然后整个可见的宇宙 宇宙 宇宙我们叫做 可观测宇宙 对 宇宙这个概念 我们只能从科学的角度 或者说从已经掌握的知识角度 我们能去描述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光能够跑到的地方 在宇宙的寿命里头 光能够跑到的地方 叫可观测宇宙 里头多少星系呢 大概也是若干千亿个 你说这个光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宇宙中只允许光速最快 规定 是吧 谁规定的 好问题 谁规定的 为什么规定 就是现代物理学算出来的 稍微严格一点 叫做信息传播的速度 物理学它有几个基本的相互作用 我们现在知道的 如果还有别的 超光速 完全就是要颠覆现在所有理论 我先从相互作用说 电磁相互作用 就是电场和磁场 对吧 然后它传播出来的信号叫电磁信号 就是我们现在看见光 这些都是电磁信号 对 电磁是两种相互作用 然后还有一个强相互作用 还有一个弱相互作用 这两个呢 都是在原子核内部 它的距离非常非常小 就超过了那个距离 它就没有不起作用了 对 还有一个引力相互作用 所以电磁 我们把它归为一类的话 那就是四种相互作用 强作用 弱作用 弱作用 电磁相互作用 和引力相互作用 就没有别的 我们没有发现别的 别的任何东西 然后光速为什么是最大的 因为这个里头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按照 比如电磁信号 它传播的时候就是光速嘛 它就光嘛 光就是电磁信 我就没有发现 别的东西能够 有这样的基本相互作用 所以光速就是代表了 这个最快的 理论上应该这么来说 来解释 但是光速为什么 光速为什么是这个东西 是这个速度 比如说30万公里每秒 对 为什么是这个 为什么 就测出来的 对啊 原则上可能应该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去解释 这个事情的 就它是不是天然的基本物理参数 这些都是属于特别大脑子的基本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都是对科学的一个要不是颠覆 要不是进步 对啊 所以这些问题我就很难用通常的语言去描述了 比如说那你现在说的 你们相信平行宇宙吗 至少是从表面上看 平行宇宙 因为它是一个数学上的一个解 就跟我随便写公式一样 你可以写一个公式 那你可以有 反正你现在也没有矛盾 说它一定不对 但是呢 它也没有任何能观测的东西 因为你提出一个理论来 其实最好是你能有观测来检验它 比如我对不对 我能有观测 平行宇宙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理论上就没有 理论上就没有办法能检验它 对不对 就像我随便说一句话一样 这句话说完就完了 就说我说这句话 我理论上就不存在有办法 能验证我这句话 对还是不对 这个有点哲学意味了 所以就是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这件事情呢 跟刚才你说的那个是有关系的 你刚才不是问我 宇宙大爆炸之前吗 对 就是说数学上你完全可以去做 就时间有一个复仇 这样的话就是数学上没有毛病 你可以去做 所以现在比如说像平行宇宙的概念 平行宇宙的概念跟什么都相关了 跟可观测宇宙相关 就是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宇宙之外的宇宙 对 宇宙既然有个边界 我总天然的很自然的一个问题 就是边界之外是什么 对啊这是我从童年才就有的问题 对啊我也是 你现在这个问题有解答了吗 实际上没有没有 就是这个这个理论上你可以去做 从数学上可以去做 你比如说像平行宇宙 虫洞这些概念都是都是现在特别 一个是大众特别感兴趣对吧 想问的一些问题 然后数学家也是可以做的 但是对天文学 我先把画个边界啊 天文学就是我们能够真的能够看到的 能够测到的 能够用物理规律去理解它的这个学科 叫做天文学啊 你如果把平行宇宙割进来 把虫洞割进来 我认为这个不叫天文学 但它也不可能是一种科学 首先它是一种数学 但是很多先在数学上算出来的 后来在观测当中确实被证实了 首先是这样 就是假如说我们说我们宇宙之外有一个宇宙 这个宇宙有可能跟我们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方式林 那其实我 因为宇宙是我们定义什么叫宇宙吗 所有的时间空间我叫宇宙 对不对 那既然它跟我们有关系 其实你就把那个宇宙定义到我 这个宇宙里不就完了吗 就没有了 但是呢 就是说如果真的存在高维的空间的话 就是如果我们还是 这可能不那么科学了 咱们就说着玩 就是说 我们用最通俗的那个想 就是如果真的有高维空间的话 那其实呢 这件事 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三维空间里面 还有一位时间 我们叫四维的时空 假如说真的有一个四维的空间 就跟那个星际穿越里面想的 假如说有四维时间 那在四维时间里面 有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三维空间 这些三维空间里面 其实他们是有可能碰在一起的 为什么 就是说 我们一般想的时候 都会去想这个 比如说 在一个球面上 我们去想二维空间里面的东西 我们三维空间 反正 比如球面上 有不同的球 每一个球是一个二维的一个空间 那在我们这屋子里 比如有好多气球 那每一个气球 独立的气球 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宇宙 是一个二维的宇宙 泡泡宇宙 对 但是这些宇宙 其实气球跟气球 它是有可能搭上的 对吧 这两个气球 如果真搭上 那你真在这个气球上的人 就能跑到那个气球上去 这不就是 现在有一个电影叫 顺息全宇宙 就在讲 你在不同的平行宇宙 当中跳 大家都是 所以就是 因为凡人特别希望 这种可能性存在 那我就可以跳脱此生 我可以不断地 在其他地方 获得更好的自己 假设存在 因为 就是到底有没有四维空间 我们现在其实是不知道的 就是理论上 我们作为三维空间的人 理论上 我们不可能知道 更高位是什么样 我们达斯也不可能知道 所以 当然其实这句话也不一定 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 类似引力波 需要留思心了 如果真的 如果是科幻的话 假如说真的有某种东西 它能够突破这个空间的限制 就类似引力波 这样的东西的话 其实 其实我觉得那也不一定 但至少按照目前 我们的理解 其实是不行的 那我们现在只能知道 我们这个气球上的东西 我们只能在这个气球上 所以你知道 这个理论物理学家呀 你讲这个理 确实无法证实 但你都没法博它 就是 你本人说 我上次看一个叫 隐藏的现实 也是一个物理学家 他们都有志于做科普工作 很多人都写书 跟霍金似的 是吧 然后呢 他就提出了 有没有平行宇宙呢 因为他认为是 现在解决量子力学困境 他认为这个平行宇宙 是有可能中选率最高的 一个假说 当然他提出了N多个 我记得是9个 还是10个 平行宇宙 我唯一有印象的呢 就是我看这挺有意思 叫百纳贝宇宙 他说 你要按这宇宙 那听起来 你知道吗 在无限远的地方 有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圆桌 就是我们四个 我们在重复 我们在发生完全一样的事情 当然也可能稍有差别 对吧 你喝了这个茶 和你没喝这个茶 但是你能想象 在无限远的世界 所有的可能性 对 所有的可能性都变一个 有一个跟我们这一模一样的 从中就来了 对吧 从中就来了 然后呢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 他这里边就讲了 比如说 很多科学家 就是你相信不相信 宇宙是无限的 那么如果你相信 宇宙是无限的 他就说 比如说扑克牌 你就洗牌 只要给你无限的时间洗 是不是总有机 肯定会出现重复的 就是洗的这个牌的顺序 完全重复 就像他说这个女士 一个女士买了500个上衣 1000双鞋 给他1000年的时间搭 他是一定会出现重复的 那么然后呢 他又给出一个假设 我觉得这个假设 我也很怀疑 他给出一个假设 说我们现在 总共能够知道 宇宙的基本粒子 是十的 几十次 还是几百次方 他说也就是说 宇宙的总粒子数 是有限的 如果是他认为 我们这个人 包括我们这个大脑活动 不管你怎么说 他总是这些 基本粒子的排列组合 那么这些 哪怕是再多的 基本粒子 如果是有数的 那么给他们 无限的时间 和无限的空间 这里面有漏洞啊 我一会儿来说 他们这么 无限排列下去的话 那么总是会出现重复的 也就是 所以他就说 你要是假定宇宙 是无限的 那么有限的 这个粒子之间 排列排列 总会出现在 无限远的一个地方 它像百纳贝宇宙 就是一块一块的嘛 那你就可以想见 总会有一个 跟我们这个宇宙 完全一样 你来批驳一下 不是 我不是想批驳 我说这里头 稍微有个漏洞 有漏洞 就是这个 粒子数 不一定守恒 守恒的不是粒子数 是别的 应该能量守恒 因为很简单 我们刚才已经涉及到 这个话题了 就基本粒子之间 可以淹灭 淹灭以后 它变成能量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比如黑洞 黑洞进去以后 不再有什么基本粒子 它就是 它只有质量 角动量和电荷 三根毛 对不对 就这个基本上是 就是说 你进去一个太阳 最后是 相对只进去了 太阳带的质量 太阳带的角动量 太阳 一般都是电中性的 所以带电荷的这可能性 是比较少的 然后又没有 磁场是偶急的 它又没有磁丹急子 所以它直接是三根毛 至少现在理论是这样 所以你太阳里头带的 10的30分刻的 这个氢害这些东西 identity 就是所谓的 所谓它的物质特性 全都丢失掉了 所以这个不会守恒的 所以这种东西不会出现 你刚才说这件事情 跟现在特别热门的一个 就是寻求理论解释的 叫量子纠缠 对吧 你要去解释量子纠缠 就是在很远的一个地方 就让这两个东西全同 就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 对吧 你不在一个空间里头 当然如果是有一个 我们比如说 真好 这个纯数学里头 告诉你的这个虫洞 能够把这个东西连接在一起 实际上你看起来空间 特别特别远的两个东西 如果通过虫洞 时空嘛 折叠在一起 高位空间 它在一起 它虽然就在你这个空间里头 看起来是两个地方 但是如果有这样的理论存在 如果在现实里头 如果发生的话 这两个东西 应该是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它把这个事情 跟这个 就是多位空间或者虫洞 平行宇宙 平行宇宙连接在一起的 这个我不是专家 我就是从我这个角度去解释这个事情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有道理吗 这个 这个你要问我 道理 我相信这个数学上 如果可以 可以没有毛病 在数学上 我刚才已经说过多少次了 就很多东西在数学上是允许的 但在物理里头是不允许的 而碰巧了 就是我不信这个 我又是一个搞观察天文学的人 我就一定要看到 现代科学技术才真的几十年 就是我定义这个现代科学技术就是我们能走出地球 真的走到一个空间去 有望远镜到现在四百年吗 有望远镜才四百年 真正有 我们能够搞天体物理研究的望远镜一百年 馆长 你比如说你原来好多青少年都不都到天文馆吗 他们问你问的最多的问题一般是什么 其实不管大人孩子 我觉得就公众对跟天文相关的 或者来天文馆问的最多的三个问题 其实一个是大爆炸 一个是黑洞 大爆炸 一个是大爆炸 就是宇宙的起源 黑洞 还有外星人 就没当场 从专业的角度可能会觉得 就宇宙的起源 还有地球生命的起源可能最重要 特别简单的一个东西 就是其中之一 就是星系的宇宙学红移 就是我们如果大尺度的这种东西 我们能把望远镜 口径能看到最远的那些星系 它的速度测出来 我们发现所有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而去 都在逃 而且它退行的速度 跟我们之间 跟那个某一个特定的天体的 到我们的距离是相关的 就是哈勃地理 越远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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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一个事实 告诉你什么 这个是在整体的膨胀 整体膨胀这个事情 并不是我们处在世界中心 比如说把你放在 仙女座大星云里头 假设我们四个人 到仙女座大星云里头 去砍这个圆洲派 对 他看到的也是这样的 对 任何一个星系的天文学家 远何系也跟他 都会发现 别的星系都在远离他们 我们现在也都在越来越远离 彼此都在远离 我们说是在宇宙学的框架上 就是有例外 就是有的星系 可能不满足这个规律 就是叫做例外 例外我们也去研究 这也是我们所谓的 已知的位置 我们也在研究它 就是局部的心流 心系流这样的东西 我们也研究 但是这个是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证据 很简单 你现在不是离我远吗 对 对 未来它离我更远 那好了 我往回退 对到明朝它在哪 对到秦朝在哪 对到人类 对 还是猴子的时候在哪 然后退到五十一年以前 它在哪 不就是一百一年 然后它就到一个点上去了 你退回来 这个很简单的 所以这个是 就是大霸道宇宙学的证据之一 还有一个叫大霸道合合成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宇宙里头 就是你刚才说的 就是人好像就有 这么简单的几种东西组成 变得很复杂 实际上大霸道宇宙学 可以告诉你 这些东西怎么来的 氢跟氦 为什么 而且跟我们后面的理论 能够非常非常好的验证 吻合 吻合得非常好 就叫大爆炸合合成 原子核的合成 通过大爆炸产生的原子核合成 就是相当于 还有一个叫做微波背景辐射 对 还有三个支柱 就是这个微波背景辐射 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这个大爆炸 它产生 产生了以后 它一定有火球 温度很高 对 然后宇宙一膨胀 它温度就要往下降 然后你去算 它膨胀到现在 146亿年 然后它的温度应该降到多少 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 叫做大爆炸 微波背景辐射 它正在微波波段 然后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精确的吻合 就是按照这个大爆炸理论 计算出来的微波背景辐射的 这个一些数据 对预言的 和现在观测到的 观测到的 非常准确的意志 我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很 被证实了 就是被证实过的 科学证据 拿个诺贝尔奖的 我刚才说的每一个都拿了 不止一次诺贝尔奖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大爆炸理论的一个 强有力的一个支撑 就是我不能就是去明显看 哪里去想啊 我都要 比如你做科学 你得要有证据啊 所以我就有一个感觉啊 其实你看咱们讲这个科学啊 什么科普啊 好像总觉得我们要了解 大自然的这个奥妙啊 可是实际上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人呢 如何获得可确定的知识 说实在的 今天你比如说 今天这个网络社会 我那天就跟他们说 我说中国太需要 也不光中国 全世界人民 你太需要科学精神了 什么网报啊 或者说是这些 这个这个忘文生意的这些东西 当然除了那些个 揣着明白装糊涂 就有意犯坏的 那个是另一种情况 对人的注意 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说 你如何看到一个东西 你来判断 它是不是可信的 或者说 它能不能应用在你的认知当中 对吧 你比如说 你看我喜欢科学 就是因为我觉得科学 实际上是最谦虚的 它从来没有跟你说 什么是绝对真理 它只是说 我根据我观察到的现象 提出一个解释 然后同样要通过证据 来证明我的这个假说 而且呢 直到证明了一百年 我也只是告诉你 到今天为止有效 对吧 我也随时 就科学家的精神 就是说 我随时准备被推翻 被推翻 没有不高兴 被推翻 对啊 真理就又进一步 对吧 你看实际 我现在想 平常我们在这个生活中 看手机看什么 对 像我刚才问你的很多问题 属于一个娱乐的范围 好玩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真是上升到 我要根据一个东西 我要批评谁 我要干嘛 我认为你一个科学的思维 首先就是如何认知此事为真 这是个很重要的 甚至包括我们法律上 为什么要无罪推定 我觉得这个都跟当科学精神的 这个几百年的发展 有关系 就是过去几百年以前 包括在西方 这个都是搞有罪推定啊 那个黑暗的那个中世纪 宗教裁判所 动不动把人烧死 我说你是女巫 你就是女巫 对吧 上帝说你是女巫 烧死你 对吧 你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人类 对科学的这个精神 自然的认识 它其实遍及一切方面 就是认识 因为有了科学 我们知道 不能仅凭怀疑 哪怕你觉得再有道理 你不能说 我的逻辑上分析 他肯定是罪犯 你就没有证据 就说他是罪犯 我觉得你说的这种不确定性 是科学精神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在一个世俗生活当中 人很多时候 人大众是需要确定性的 这就是为什么 宗教裁判所这些可以存在 他用权威来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确定的 你就听我的好了 不是仅仅是一种权威 而是说 你有时候人觉得 我很接受这个世界 是这样在运转的 你忽然告诉他 不是这样的 黑洞 全都推翻 人心会 对不对 我明白你的什么意思了 我觉得你是对 但我是世俗生活的 就是从自然科学来说 我仅限定到自然科学来说的话 就传播给大众的这种知识 是需要比较 有比较坚实的基础 你如果希望大众 形成一种 一种就是影响到 人生的认知的话 你最好不要告诉他 似是非的东西 就是也不能告诉他 说是可能性的东西 可能性的东西 你还不如不告诉他 我说的比如说 这个 我说的是这个 我指的是 特定指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 像 虫动 像平行宇宙这样的概念 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探讨 但是比如说 我刚才说的太阳 比如说 有黑子活动 或者有很强的太阳风 对通讯的影响 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或者那年特别热 而尼诺 尼纳这样的现象 可能跟太阳活动有关 但是你不能 要让大众充分认识到 这是一种 很自然的现象 对吧 所以大家 这个认知才能够 有于这个社会的一个 稳定 或者是发展 你如果把这种东西 传播成一种 好像很有威胁的一个东西 这就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说 科学家一定要把一些 确定的 可验证的 对 用那种 很肯定的方式 传播给大众 而且现在就是我们国家 我觉得这个 我们天文学 在中国的地位 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中国的 这个中小学体系里头的 这个天文学 确实是缺失的 缺失的 非常不应该的这种 对吧 怎么说呢 就李台刚才说的 我稍微有一点 不太一样的想法 是这样 我觉得科学 真正的科学精神 是什么呢 其实可能 比较本质的是 对这个 就是未知的这种 好奇是科学精神 但是呢 现在有 有不同的 那个 你比如 现在如果你看媒体上 说的这些跟科学相关的东西 包括特别是跟天文有关的 比如中文的 跟天文有关 各种各样的这种 所谓的知识 其实好多都是 都是错的 就都不对 是吗 好多错的 好多有可能被证据 甚至大多数都是错的 大多数 但是是这样 但是这件事本身呢 现在 但是现在还有一种 我觉得也有点问题 就是说 现在比如说 现在老有人喜欢辟谣 就是比如请科学家来辟谣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想言 这个辟谣这件事呢 我觉得也很危险 就这些辟谣里面 有好多 可能也不是那么那个 就我自己觉得呢 更重要的可能是要 去比如说我去宣传一种科学方法 或者科学思维 就告诉大家 就是这件事我应该怎么看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 比如科学家说的都是对的 或者是那说 其实特别对天文来讲 因为我们不断观测以后 天文其实培养的是那种 从根上就质疑的一种态度 包括教科书 包括专家什么的 那都是我们这无所谓 比如我以前遇到这事 天网馆长来说 说那东西不是 就是你就会发现 天网馆长有的时候 他看着天上的东西 他其实不一定真知道 因为他是风筝 你知道吗 就是你可能没放过风筝 你可能就这人 他没见过风筝能发光 早期啊 十年前那风筝会发光 当时没人见过 UFO 人家问我 幸亏我知道 就幸亏我知道 我见过 我知道那是风筝 但是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他老百姓 不管是公众还是媒体 他都会觉得就是 我找一个 比如我找一普通老百姓 说是风筝 没信 他非得要找一个专家 然后你就会发现 专家经常会说错 你知道吗 专家会瞎说 因为我的专家 因为我自己专家 我是太阳系小天体 你会问小星星 这个撞不撞地球 这个我肯定是专家 我肯定可能比理财 可能会说的 但是你问我别的 其实我就是瞎说了 有可能 你问像刚才 你问宇宙学什么的 大爆炸 或者是问恒星 那我肯定不知道啊 那我说的就悬了 但是呢 他老觉得 我应该去 这种事 我遇到不明白的 或者我 我不是自己判断 我不是基于自己的观测 我的常识 我要非得要听专家说 但这种事呢 其实我觉得是 特别危险的 你知道吗 其实你不应该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呢 就是说 我们可能的话 还是要告诉大家 这些事其实是 你要自己判断 比如基于自己观测 同时好多问题 其实都是 仍然我们还可以讨论 可以交流的 这很多很多问题 其实不是定论 特别是新冒出来 这些东西 那比如说 这个权威说 这个你会发现 另外一个权威说不是 你知道吗 那权威还在这吵架呢 这才是真正的 好玩的科学 对不对 其实我没有背景 其实我都能参与他 这种最前沿的讨论 有可能 我也可以发表我的观点 然后但是这个过程 其实才是 我觉得是真正的 而不能非得靠 比如一个大专家 大权威来 这个来批谣来 或者是你找一方 这个批谣 我觉得现在特别危险 但天文还好一点 这个就关键还是在于 我如何能够知道 我不能知道什么 我如何能够知道 我能知道什么 就是说 这里面实际上 确实有一些 判别是非 和你的界限的方法 比如说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有人的解释 是说 我能知道的 我就知道了 还有一些 是我不能知道的 我也知道 那个界限 所以 就是在生活中 我们听到 你看你比如像 您刚才讲的一个 就是民信权威 就是自己不想弄明白 或者没有能力弄明白 那于是就是权威说的 权威辟谣了 那就权威说的是对 可是实际上 我觉得 就是生活在这个 他们有人叫 后真相时代 就是消息太多了 其实我后来想 什么叫负责任的报道 所谓是负责任的报道 就是有一种 关于调查一个 新闻事件的方法和表达方式 这个方法和表达方式 我觉得是从科学逻辑里来 拜拜 by bwd6